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京都的自然陷入危机 幕府为了镇压京都的骚动 把重则大任交给惠金帆 调帆兵入金安盾 另外听从清和巴朗的建议 开始进行招募让施主的工作 不过问出身 只要身体健康和效忠幕府就能加入 但心怀朗仪的清和巴朗 借此机会替朝廷建立武力后盾 幕府在得知真相后大为震怒 下令让施主撤回江湖 其中以静腾咏为首的世卫管集团 与秦泽压带领的水户藩组织 选择留在京都 接受惠金帆改编 为人声让施主 负责京都的警戒任务 压制中皇朗一派人士 静腾咏派和秦泽压派之间产生嫌隙 于是静腾咏便除掉秦泽压 新选主建立以静腾咏为领导核心 进一步强化组织的结构 1863年发生818政变 在这次行动中 人声让施主 与惠金翻兵合作 成功将长州藩的势力驱逐出京都 1864年发生池田屋事件 静腾有带领庶民建树高手 雨树被雨挤的朗一致士激战 新选主直接斩杀九人 猴桌四人 并在其后的搜索中抓捕了二十余人 沉重地打击长州在京都的地下活动 池田屋事件后 新选主名声大噪 成为了木末历史上颇受争议 但也对聚传及色彩的左木组织 但中红派的伊东夹子太阳陆队之后 给队内带来分裂 伊东派后来接受孝明天皇命令 改名玉林卫士脱队 在游小鹿事件中 伊东派被新选主铲除 之后物城战争爆发 旧幕府阵营兵败入山岛 新选主站在幕府一方 屡败屡战 随着物城战争的结束 新选主在1869年战败投降后解散 我是小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